大家好 我是小池 现在趁着乌龟冬眠的一个季节 就是我们改造升级 还有完善龟池的一个好时节 这个就是小池之前翻新了一个已经漏水的一个龟池 然后很多龟友就咨询小池这个龟池应该要怎么贴 今天就简单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用料 就是两片磁砖 就是用磁砖来粘的一个龟池 然后是磁中磁的一个结构 底下呢就是打了一层水泥 因为这个是在院子里面的 这个水泥呢 这一层呢 主要就是为了安装这个排水口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为了 因为小池经常要给龟友们挑龟呢 而且有的龟也比较大个 就像小池的这种鸭具啊或者饿龟啊 丢到这里面去呢 如果是不做好这个底 有时候受力不均匀 我踩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漏水坏掉 这样子就是不是很结实耐用 大家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 还有自己的想法 进行一个改造 这个底呢就是建议大家 如果是在楼顶呢 一定要做好一个防水的一个工作房子 就是到时候漏水这样子就比较麻烦了 然后池中池呢就是加了一个柱子 也是贴这个磁砖的 底下是一块 然后旁边是两块 因为两块呢 它是旁边的受力 我们把水放进去呢 它那个受力都是主要集中在上面 然后底下那一层如果是固定的话 基本上就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如果是龟友呢 我们就建议大家就是采用一个 建就是半水半路的一个环境 就是种更多一些花花草草啊 这样子也会更美观 也会有空地给龟休息 或者是说你养什么龟呢 基本上影响也不大 无论是水龟或者是半水龟 这样子呢 它都可以养环境的一个 适应性就会比较强 最后呢 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排水的一个系统 无论是进水或者是出水口 做好这些进出水呢 以后我们换水啊 或者轻石归石啊 这样子都会节省很多时间 省力很多 如果是有打算进行一个繁殖的一个 龟友呢 就是可以预留一定的一个呃 散淡区 就是让龟 进行一个繁殖的一个散淡的一个地方 建一个沙池 把沙子扑上去等开春了 然后龟就爬上去下蛋了 这都是预留出来的一个区域 小池这些龟池的一个高度呢 是40公分的一个高度 就是一块80乘80的砖 刚好对半切开 这样子基本上大部分龟都爬不出来 是压锯的话 大个的话可能爬得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在旁边 再加上那种防陶片 基本上也是问题不大 然后我们用的是哪种 粘胶呢 就是这个高级中性 硅铜结构胶 这个是比较贵的那种 也是比较好的那种小池用的 就是觉得比较好 又是便宜的那种呢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用 然后就是沾 把它沾一起 先沾一层 然后沾第二层就更加快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流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想法 改造有点加山啊 有点绿化啊 这样子的话 肯定是更加具有一个观赏性 小池呢 那就是以实用性为主 大家仅供一个做一个参考吧 好了朋友们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